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要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士兵 既然如此 你就先突破人类的极限吧 恭喜新兵唐龙通过体能训练 也许我们轻视了这个小兵 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躁 我来带他体验一趟地狱之旅吧 这里是古龙云星系尚未被开发的地方 因为阿尔法斯多星区 你脚下的这片森林被成为人类恐惧之园 恐惧之园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宇宙最恐怖的万象生物 蒙出卡 黄泊卡残忍 黄泊卡几乎没有生物能逃脱他们的追杀 而潜猎物内心的恐惧越强 他的攻击也越大 除了依此不仅外 你将无法获得其他的帮助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何时能活得我们的认可 成为一名正式的士兵吗 这就是你最后的测试 四十八小时之内 消灭一万只蒙托卡 时间到没有完成 你就永远失去成为士兵的机会 测试的难度加到了 内心的恐惧越大 蒙托卡的攻击就越强 他如果不能克服内心的恐惧 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士兵 一万只 我现在连一只都没有办法对抗 我该怎么办 我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 就是训练出一个全宇宙最有秀的士兵 而你不是那个人 瞧不起谁呀 原来不是不可战胜的 来呀 不想 这要太满了 而且耗费大量的体能 必须拿到更强的武器 我先不怕你们 好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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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物内心的恐惧越强 他的攻击力就越大 原来这就是恐怖森林的法则 只要我们害怕 你们在我面前 就像虫子一样弱小 九千九百九十七 九千九百九十八 九千九百九十九 还有一只呢 他已经完全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恐怖森林测试就这么通过了 哪有这么简单 真正的测试 现在才开始 第一万这虫子到底在哪儿 在这儿 校官 您看我去做了 我跟我们踩着 啊